回到第二節的《港萬咬者幫》 本來打算做些恐怖事給大家 因為是《港萬咬者》的位置所託 但施力好像找到多個展 是呀 楊河可以 但我還未找到海港城 有一個... 不知道在哪裏 他經常都是放一些... 海港城美術館 有一間鋪位 其實也是其中一個鋪位 叫做海港城美術館 現在正在做這個... 好將在哪裏見過你的楊河德作品展 那展期就... 糟了 展期到什麼時候 糟了 展期到27日 還有幾天 兩天 即是星期六日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11點 不好意思 我只能看到Apple Watch日曆七天的行程 謝謝你 師傅 師傅經常亂入我們的節目 那問題是沒有爆發某一位的行程 那展期還有兩天 即是星期六天可以去海港城 我們可以去看看阿德 我覺得阿德的畫 雖然歪來歪來歪來歪去 但都頗值得看的 尤其是原稿有些筆觸 有些質感 那些... 如果有看過以前《Don't Touch》的那本... 《標童話集》的話 如果有喜歡的可以去觀賞一下原稿 那...恐怖的事嗎? 我...因為馬尤姐聽完上集《咬姐幫》之後 他就對老天磚的復活 以及對於我因為老天磚的復活 而... 著起這個咳書的警號燈 那馬尤姐就有些... 有些想法的 所以馬尤姐就用了一晚的時間 就作了一首歌 然後馬尤姐就叫我唱了它 所以就辛苦大家的耳朵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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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給我一首歌嗎? 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歌 不用 拍手 很老套 天磚興起咳書的信號 在他生命裡 死久慈也收拾碎 青幫功夫給他的意義 是一身奉獻 和天鬥陣中 不想把擁有變造失去 露天磚雙眼帶著期望 救死幫了陳泉的驅河 重建光輝歲月 新注重再生復仇 一身收了強返驚天訣 年度頂級四十重 問誰又能做到 好 謝謝茅姐 這個就是咬姐幫對於 叫做老天尊鳳的感想 我有些事想說一說 有位網友說 如果網購是活動的 其實不需要等輸展 因為網購習慣的人 其實不需要網上輸展 網購夠了 我個人覺得 其實最好我是買實體書 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怕幾個書 網購都是買實體書 即是真的買 即是現場選 即是現場選 現場買 我可能是現場拿的 我自己偏向 即是如果能 而且老實是挺不環保的 即是我有些矛盾的 其實不是說有辦法完全保護得很好 但你不是包得到好像 好像 總之你要包很多層那些 那些泡泡池 其實是挺不環保的 我大致上同意阿Tim的說法 特別是 即是他不包 我又怕滿書會撞粒會成 他包得好 但又好像很浪費 其實現在這些都好了 包一兩層都OK 就不用真的包到木乃伊 即是以我的經驗 都是包一兩層 但當然那些一兩層 如果你去書店買 就不會有 即是不會有一兩層的包袱子浪費 又不會有紙箱 當然是更加好的 其實我自己去書展對我來說 除了集中一次買書之外 能夠跟作者 可能見到面 簽個名字 聊聊聊聊聊 對我來說其實是重要的 Patreon會不會剪掉這段 不知道 為什麼Patreon才會剪掉這段 Patreon才會剪掉這段 還是那首歌 為什麼 開箱多節目 Patreon 聽Live的那些就有 會不會有版權問題 喔 沒有音樂都抓 我有沒有唱得這樣 因為我相信 我相信AI 會分到你和王家驅的聲音 沒有可能的 小 沒有 是小小都不會知道 有聽眾問我們會不會說新生龍 今個禮拜應該不說新生龍 如果你看到圖 你也知道會說什麼 對 說火舞 其實我上個禮拜都很想說火舞 我覺得其實 因為打完這個叫做老法爺和 還有四立文虎的那場大戰 就收了尾 之後 黑骨堂約了火舞見面 回去他們那間雀館 我覺得那一段 其實寫得挺好的 就是黑骨堂和火舞 說回他在虎兒口中 聽到什麼回來 到底老佛爺和文虎的那場 那件事是怎樣 那個雀館叫什麼 永勝 我覺得那一段就是 就是火舞當然很不滿虎兒的 種種做法 但是對著這些大佬 也都 沒辦法直接 直接說完所有東西出來 他其實都已經去到 都很明顯的就是 這個是虎兒的說法 之而是那些東西 去回應黑骨堂 但是黑骨堂最後的說法 竟然是想虎兒能夠 踩入尖沙咀 因為他覺得 一來其實 他跟文虎一樣鬥 輸夠了 文虎做了新界王 新界沒得玩的 新界沒得玩的 那虎兒一定要走的 那他就想 虎兒去尖沙咀 動棋賺食 那 黑骨堂的口裡面 就是說 就是叫 黏在老爸身邊學東西 同時也叫火舞 就是幫忙可以看著他 跟著他學東西 那又非常之好 但是火舞當然是不想 然後 然後 火舞也跟他說 就是 我都不想騙阿大 沒有兄弟想跟虎兒夾 因為他的肚子都臭了 那 黑骨堂就問他 是嗎 那誰的兄弟說 那 火舞就回應不了 因為我一回答你 就只是把兄弟的背部 那 總之 說了一大輪之後 總之 黑骨堂是堅持 一定要虎兒踩入尖沙咀的了 那火舞就 就跟他說的就是 大哥出道聲 我不會托手爭 但是我忍得到就忍 養得到就養 這樣 那 這件事說到 都幾百的了其實 我覺得 他們兩個人的關係都出現了幾大的一個分裂 裂痕在裡面 那 而 因為他們本身這一段 寫得 一個好的地方 我覺得是 黑骨堂叫了很多外賣 跟火舞在那裡吃 就是說他們以前 一起打拼的時候 就是經常搞到半夜才吃飯 然後回來穿館裡 兩人撐桌腳吃 然後 然後他們這次也是在這個情況下 叫做吃飯見面聚餐 但是關係已經很不同 我覺得這個對比寫得很好的 而去到最後 就是當火舞打算離開的時候 黑骨堂就跟他說了一句 就是 我忘記帶鑰匙 你有沒有鑰匙在身 這樣 那火舞就 慶了一句 剛好我也沒有帶 這樣 但是在這個位置 火舞就會想 到底大哥堂 是不是想收回鑰匙 直接就叫做 回收一個叫做權力的象徵 或者叫做 身份地位的象徵 這樣 這件事令到他兩個中間出現了很大的嚴規 甚至乎原來 黑骨堂是叫了虎兒在雀館的二樓 一直聽著他跟火舞說話 看見就是 黑骨堂也是親自己的兒子 就算是火舞也好 他也是相信自己的兒子多些 這樣 那當然了 虎兒就繼續 想怎樣謀爸爸的東西 同時間也都交代了 黑骨堂其實都已經 叫做 按照生酷水盡 股票也賣光 現金也沒有了 快要買房子了 快要買房子了 他正在想著 他正在想著 然後就頂著雞排 進到夜總會 火舞看到道理哥 竟然脫下了口罩 上一期就去到這裡 天母脫對今期是有些看法的 沒有 怎麼說呢 其實就是 這個是很典型 今期你看到 是很典型垂身會用的手法 其實垂身 就是跟這個 怎麼說 跟這個水盡八旗的老二是一樣 來來去都是有幾招的 有件Event出來 他就會 那陣子看看是誰做主角 如果是黑骨堂做主角 他就會找黑骨堂聊天 如果火舞那陣子 那陣子就會找火舞聊天 就會找火舞吹水 那呢 特別是近幾年 可能他都看到 香港是很不電話 經濟初頭 都有一些不好 那火舞 道理哥就會貶做這個風水家 就說 什麼十年大運行完 怎樣怎樣怎樣 老實就很沉 老實就 就很沉 我覺得就 我覺得最好有些變化 雖然來來去去去去去都是用幾招 但是我沒有記錯以前 道理是比較少說風水的 有 都有的 他例如說著 趙秋黃 那次 道理哥回來 他都 其實那個不是趙秋黃 那個是 趙秋那個兒子 他都找了黑骨堂出來 然後開始說風水 不知道十年大運怎樣怎樣 是 諸如此類 接著 他那個 好像那個 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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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青回來 他又好像找個人說風水 很喜歡說風水 因為以前他多數是怎樣 多數是 他會用一些 他會講故事的道理哥 其實那些故事 老實在網上找到 基本上跟這個類似一樣 他都是 上網看過一些故事 改了中間的名字 又當自己 道理哥都是類似的 但是以前他會配合我劇情 但是現在你會覺得 因為以前 他雖然那些故事是抄襲的 但是你會覺得 都OK 因為你是打算配合 那些故事 是說那樣東西 道理哥想繞一圈 你說的道理出來 不然就是 他簡直是說風水 說風水這些東西 是 是夠來的 可以求他說什麼什麼年間 然後沒有大運 然後又這樣 你會覺得那幾件事很欺騙 那幾件事 因為我就是覺得他跟以前的說法 好像有點不同了 你說起來 我就是想起 他會用故事去達入 他想說的話 這次直接拿風水 他突然變成李天明 李天明是教哲學的 不是李天明 是楊天明 楊天明 楊天明 你說他弄回容 我覺得很搞笑 弄回容是沒有問題的 說他封回口的洞 其實我很想知道為什麼 雖然不是很想知道 我在猜 應該說 是不是因為 道理哥 沒有戴口罩的 會比較多 他戴口罩的話 真的很難找圖 也不是的 你太煩了 你拿回道理哥的樣子出來 然後你再戴口罩 然後發覺是昂舊 所以都是整容得到你 那我會移住你這本書 然後又來兩個新角色 來的新角色就是和創法的 諾威娜和Piet仔 這些又是一些很典型的 一開始說他們怎樣變態 這些都知道是很難的 因為 碎身 你看出來的奸角 如果他是奸的 那些就厲害 就是有些老的 癲的那些是厲害的 而且因為他是和創法 在和創法出來的話 應該也是很糟糕 和創法不是收了皮嗎 我記得之前打完 刺偉之後 說他不知怎樣 日落西山 又走出來 那你很難把整個隔屎 死的可能還有一兩隻 那一兩隻 那些人堅持用這個牌頭去做 去做自己的 去打這個牌頭 你也沒辦法 那十九幾年會 刺偉不能見到 會不會回來呢 應該會 因為現在 開始進入了 火舞的《御之夢》 因為其中有一段 說他看到有個 華卿會的龍頭 說要為他的兒子報仇 他的兒子死了 在靈堂上面 現在的劇情大概知道 那個華卿會的龍頭 是誰 是 然後說 例如智偉會回來 做了上市公司主席 然後看到 北牙炮死了 這段發生了 復活了 可以再死多次 其實他是 在復興他的《御之夢》 智偉會回來 理論上 根據他的劇情是會 不過他經常忘記了 例如 我都說過很久之前那個 四鬼 真的很久 頭二百期 說他和秋哥很深仇大恨 那時候兩妹子還會做一些 距離 到他死了 都不知道他們發生過什麼事 而火紅連到黑骨堂完了 都不知道他和秋哥有什麼姻緣 只知道他很深仇大恨 但他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四鬼嗎 四鬼 是四鬼 說他回來搞事 除了有人自然之外 是因為他和秋哥 不知道為什麼很深仇大恨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都沒有說過 他忘記也很正常 我只記得那時候 那時候 舊四大其中一個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綠色頭那個 不是舊四大 沒有關係 那裡有一個 跟秋哥有些牙齒因 那時候說不理他 但是你說四鬼有 我忘記有 那個是瀟灑 不是瀟灑 是另一個 瀟灑長頭髮那個 不是不是 他有磨創髮的 那個好像是 那個是瀟灑長頭髮 兩個 但是四鬼 到最後都沒有說 希望他能夠補充自己 兒子夢的故事 那 大約是這樣 那我終於 看完今期 可能隨身聽到我們節目 我終於知道後面 那些什麼分難獄 那些 是為什麼還會有廣告 原來是道理歌模式 是的 幫我們解答了 謝謝 轉做熟客 原來還會賣廣告 是因為這個原因 會有一點點 回應一下 有朋友 就說 Sunny讚我 他就說 老祖猜到 老佛爺和八雲 老佛爺就是八雲的姦夫 我覺得 他都寫得很明顯 其實 他不是明明顯 不過是選擇題 因為 那你總要揭曉那個姦夫 只有這個新人物 要不就說 是文夫 做那個姦夫 要不就是老佛爺 還有這個主題是用過的 這一點我想說 都打一打西柳 西柳 西柳還是阿修羅 阿修羅 你跟這傢伙合作 然後其實原來是他的姦夫 這個主題是當年是什麼 當年是 和倉花 阿懶哥 老婆 一個以前的訪問角色 Q仔 Q仔是他當年的老婆的姦夫 然後阿懶哥特意找他合作來善勾他 老實說 其實這段是寫得比當年差 當年那段是有泡牌的 是 還有我覺得他寫 為什麼那時候很一體 就覺得是 因為 老佛爺殺有戒事 給了一個佛牌 給阿懶哥 然後那個是一個英靈 他有說過 阿懶哥 白雲 是叫做 母子一起殺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他 那個 為什麼我想說一下阿修羅 因為今期阿修羅 很快就說一下 是說原來那個斬王的姐姐是煽他 說你弄到我這樣 塞了石頭 其實我想殺了你 這個其實是和仔用過的 都很明顯 就是這個 殺毒行者 凱撒和他老婆 其實那種關係 其實你見到 但我覺得斬王這個 他寫得有趣一點 因為 殺毒那邊 就很認真的 但這個很有趣的就是 姐姐 為什麼你沒有告訴我 這件事會這樣發生的 我打算陰你 你又不家產 只要我三眼戰神回來殺 你就一定會死 怎麼知道 三眼為了保住那些夥伴 他讓他們不用死 就帶他們逃離這個戰場 所以斬王也沒事 然後姐姐就呆咎了 然後斬王還要跟姐姐說 不是啊 姐姐 我們以前都經常吵架的 很快就沒事了 我們繼續吧 還有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 上一期 阿仁勇真的很正 他的性格 我有說 你不過你可以再說一下 殺心說 你不行 為什麼 因為不夠漂亮 對 贏就沒用 突然間你覺得這幾個王很有個性 還有今期 其實我覺得 他把道德天尊的性格改了 冤王的女兒 對 道德天尊的性格 不是冤王 不是冤王的女兒 道德天尊的性格 他以前是迂腐 現在他只是一個混蛋 然後他同情的女弟子那段是挺有趣的 寫得挺好的 就是冤王在他的女弟子臨死之前 做一個假的夢 讓他能夠安長地去 其實是挺有趣的 這三個王的個性都立體了 你看到是 做得非常好 接下來還有四期 是不是三十二期完 三十二期完 然後你看到他會寫一個短篇 野狼與瑪利二 不是 他說寫一個短篇 然後你就會再看到張建和 可能是野狼與瑪利二 或者是他之前說的 不是野狼與瑪利二嗎 是嗎 他沒有說 他說你會再看到張建和 但他沒有說是之後的短篇還是短篇之後 不是 他說之後會是一個短篇故事 往後幾期會陸續有更多消息 估計又會有張建和一個角色出場的 所以應該接著下來 那個其實已經是張建和 因為和仔之前在H&VOD的訪問 他跟動畫的導演 王掌和仁剛他們聊天的時候 和仔其實有想過野狼與瑪利二 但和仔在裡面透露過野狼與瑪利二 不是會寫張建和和 糟了我忘記了另外一個角色 叫什麼名字 馬力 馬力 應該不是寫他兩個延續 可能會寫另一批人 但是張建和和成俊就會影響到他們 類似和仔那時候 這個是和仔很柔軟的一個想法 他當時在節目裡面 訪問裡面說過他有這個想法 但他都未確定到一些東西 即張建和可能是配角穿插的 和仔群立傳 這個是他說他有想過三個方案 這個是第三個 但是他都未有概念 如果你走得短篇的話 就不會是和仔群立傳 還有你有沒有提到 很可惜的 其實和仔原本想著西柔的結局是全家產的 不是叫全家產 是白狼要吃光所有 因為白狼吃光的人是會獲得他的力量的 那個是文家宏的Instagram 和仔本身的概念可能是和仔要吃光 不是和仔群立傳 白狼要吃光西柔團隊裡面的其他人 才能夠儲得力量 打贏到原始天珠 他當時是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因為他們可能跟國內簽了一些合約 那時候已經確定了會有西柔第三部 而和仔會離開創作群 西柔第三部是國內主導派程的創作 所以他不能夠寫死這些角色 應該是在類似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和仔的結局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 他跟他本身的概念有點出入 所以我覺得是挺可惜的 我覺得原始的結局太漂亮了 但會不會有機會找和仔確認一下 文家宏的消息 文家宏說的不用特別控告 文家宏的話應該是可靠 如果文家宏叫 Unguer和仔應該會去下期間電腦的 可能刃 être馬尼嗎 不是成俊 成俊是屌屍眼的那個 那個真的叫瑪莉嗎 有名字但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成俊是阿堅和的朋友 跟CIA殺了他 雖然我突然想起火舞有一個位置 早兩期的了 就是老佛爺爆他自己為何要陰交阿虎兒的那一段 我看完那段 因為其實他就說他心外的就是白雲 所以他就要找阿虎兒報仇 我看到那個位置我突然有個想法是 如果瑞生一直都是想著這樣寫 因為大家都記得老佛爺的房間是有阿尤雅的照片 他就是跟老佛爺爭女兒 文虎和老佛爺爭女兒 那阿尤雅的照片在那裡 然後他就說他心愛的是白雲 你最愛的女人是誰 我覺得一來有這樣的想法 二來我覺得如果瑞生真的想著這樣玩 其實因為你一直都放了很重的線 在文虎和老佛爺爭女兒裡 你不如說他房間有女兒的照片 但你一直展示不到她的樣子 但是我會讓你刷牌去原來那個是尤雅來的 原來最後房間裡的照片是白雲 我覺得那個伏線的感覺會強烈很多 現在你就只覺得老佛爺好像見一個愛一個 每個都是他一生中最愛的 所有東西 當然他想要突出的是老佛爺那種 要跟人爭 所有東西都一定是他的 那個性格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如果你要這樣鋪 不如你騙一騙我 原來其實尤雅你只是不抵得自己輸給文虎 但你愛的那個是白雲 所以房間裡的照片是白雲 我覺得整個感覺會強烈一點 現在這個我自己是有一點點挑剔的 這個位置是 是呀 家明 麻煩你聽眾 這個LZ8 麻煩你家明 我完全忘記這名字 那晚消息還有的 中華英雄 電影版又來了 只有一個封面 但是大陸的新聞來的 會不會是吹水呢 不是 為什麼你覺得是吹水呢 我們都看了火雲邪神 火雲邪神 但是我不知道 中華英雄這個感覺是 好像會吹水的機會都不奇怪 我也覺得不會 但是那張 當然啦 這個龍虎五世是比較多的 但是這張 那張poster 就是中華英雄 那華英雄呢 我覺得是像聶豐多過一次 像華英雄 幹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主角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他樣子不太合適 我覺得 現在是誰呢 胡冰 我覺得 如果真的找他做 英雄真的差一點 我完全不認識這些 胡冰是 糟了 你突然問一下 我真的想不起來 師弟懂不懂胡冰 做過什麼 做過什麼戲 先想想 剛剛說到還沒開始找 因為老實 我對於這類新聞 我又不算是很有 我會很留意 你到時上的就是 看 是 幻成的火和 做過 不知道 我也認不到 我記得 在我們的WhatsApp群 已經說了 這部戲上的合適 打鬼佬 就是中華英雄 打鬼佬當然適合現在主旋律 剛剛打黑龍幫 黑龍司令 對 其實最主要是 應該最少拍了賣豬仔那段 你說中華英雄還是說賣豬仔 又說美國陷阱 他由歸島那段開始說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叫什麼 青溪村 由青溪村開始說 講狗到打赤木司令 不是黑木司令 所以就 符合過程 就是這樣 吳兵會做什麼 不會做無名歌 不是 浪漢 不會做浪漢 不會做浪漢 最後想說多兩本書 突然想起 第一本就是現在畫面 大家左邊會看到那本 九龍城寨十周年的特行 那就會是創造館和 劍橋 那邊合作一起出的一本書 暫時都不知道 好實際到底裡面有什麼 但是會有一些新的短片 也都有創作解說 也都有封面回顧等等 售價是88元 十月就會推出的 傳書144頁 我自己就應該會買這本書 我對九龍城寨的評價其實不算很高 通漫畫 對不起 因為第二部 是很明顯的尾 劍橋是沒有心機畫的 我相信詩迪還有印象 當時你做咬者幫 城寨二個尾 兼橋人養都不畫 他有幾期 只有很少人養 好像那個 立下沒有畫畫的人 那幅畫 好像奪命狂夫的面具 但他沒有畫人養 因為我很記得他們有一段講素戲 想畫桌子 畫椅子 畫椅子 你會看到一個人身 但他就沒有了頭 不斷剪掉那些頭 借位 剪掉那些頭 用背部拿著畫面 對 是有一段這樣的 所以我自己 那時候 阿良 他再出九龍城寨的合訂本 我想了很久 最後我還是沒有買到 因為我只是看著第二部的尾 我真的買不下手 因為他那時候開了一本 不知道什麼書 兩本一起畫 他就避開了 要花時間去畫的位置 他不一定只是休息 那時候應該是城寨二同溫裙 是溫裙嗎? 不是溫裙先的嗎? 我真的不記得 那段時間應該是同時處理兩本的 劍橋是 有一段是拳道的 他不是全部都是溫想 但我記得後面是溫想 是跟溫想群合轉 好像第二輯重疊 因為溫想群合轉是有兩輯的 是在城寨二的前和後的 所以那段是跟溫想群合轉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如果聽眾記得清楚 可以更正 他應該跟溫想群合轉的第二輯重疊 有聽眾也說是溫群二 有聽眾說二夜的後期不是老劍 我們當然知道 他掛名掛老劍 其實所有書的後期都不是他畫的 《四大明報》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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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明報》也不是後期 《四大明報》也應該畫了一百多期 有 應該有 《四大明報》好像是二百多期 好像是 好像是二百八六 好像是不知道 有三百嗎 我印象中好像有 《四大明報》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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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明報》也沒有其他 他應該要畫了一萬年 他去到神寧嗎 那時應該是神領嗎 神之寧��獸走了 所以《四大明報》也不會 他沒有走 他的名義還是他 神明磯獸離開了 所以神明磯獸離開了 他沒有離開了 名義上仍然是他的 但你看到畫面已經 明白了 然後神明磯獸 我記得是400期 他應該畫了200期 至少畫了200期 大約200期 你很難肯定 例如他可能逐步放手都未定 有些位置你還沒有很肯定是否他畫 但後期肯定不是他 我記得城寨1的尾部都有點斜 但沒有那麼嚴重 我不敢說因為我不太記得 但掉落的時段沒有那麼長 城寨2是好過分 城寨2好像在中間已經開始掉落 城寨1是短編的 感覺你會覺得他很斜 他好像拉了幾期 應該也沒有10期 城寨2好像差不多100期 過100期 我忘記了 所以我自己沒有買到合理本 但你說九龍城寨在港萬的歷史上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佔一席位的 由小說開始 然後能夠帶出一套不錯的漫畫出來 然後也掀起到一堆新的讀者群眾 你說九龍城寨的珍藏本應該也要給版權文傳 版權也在文傳 即是一萬年是被文傳收購的 所以那個版權 之前不是說文化傳訊的版權收入 應該是包括了 還有九龍城寨的修訂本 即是那個版權 可能不是很多 但也是其中一部份 所以我一定會買800元 買個紀念回來 因為他能夠吸引到很多不同的女讀者 聽眾厲害 四雷明部是371期遠 厲害 非常厲害 然後也有人去為他做一些Only Event 九成 有人去做Course 我覺得這些事情都很難得 很多下尖哥的拍攝 尤其是 有出過一些短片 即是同人短片 對 還有那時候盛傳說會有電影 根據阿梁的Facebook所說 其實這件事是未完全刁淡的 不過不到阿梁去做一個主導 還有去發布一些消息 所以阿梁說這件事不完全是完結的 電影這件事 這本書大家有興趣的就支持一下 十月就出了 我覺得 叫做廣漫的一個里程碑 也是其中光輝的一頁 你想想在那個年代能夠做到這個成績出來 城寨2是剛剛好100期 剛剛好100期 他應該特意出了100期 有沒有機會看到城寨3呢 龍捲風 大家期望一下吧 是龍捲風還是什麼鬼呢 好像說有構思過 應該有構思過 就是他出了小說的 龍捲風那個 龍頭 龍頭 那本書叫龍頭 OK 那本小說的內容 有想著用來畫第三輯 但是我想他未必會想製造薄裝 龍捲風 那現在 現在 看看有沒有機會看到 可能用另一些方法跟我們見面 大家 我覺得第一步大家先支持一下這本 如果這本書的反應好 他知道九成還有那麼多支持者 那他結束一些項目的動力當然會更加大 有聽眾說一還OK 二就生氣到以後都不看他的東西 那二很過份 我想說 Trarion很想我說李浩東 這個之後有機會再說 因為關於 為什麼劉彩華停了一停 就等於他們有打過這些 要問一下性經驗豐富的其他主持才行 最後想介紹多一本書 現在畫面看到的這一本 叫做美子 其實是一本新的文藝雜誌 藝術雜誌 是雙月行來的 第一期入面 我忘記實際還有其他沒有人參與 我最記得是楊學德 楊學德是有份參與這個 李子達也有份的 一個叫做藝術雜誌的雙月行 有68元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去支持一下 書寶攤或者便利店 好像7毛 Sorry OK才有的 他寫好像是這樣寫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這本美子 我都會入手去看一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說看不看明白藝術東西 當然看不明白 但是有一些 我們見慣見術的 香港漫畫家 插畫家去做公稿 都會想支持一下 涉獵一下他們的作品 還有看看他們在不同的媒體上面 不同風格的媒體上面 他們會提供到一些怎樣的作品出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在這裡 認識到多些香港不同的藝術家 大致上是這樣 看看 城寨3不是出了電視的 有人說四大明報後期好像已經沒有掛司徒劍橋的名字 但我印象中是由頭掛到尾 我的印象是由頭掛到尾 我的印象好像也有掛到尾 今晚回去檢查一下 可以檢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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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眾問李浩東捱到多久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很老實 上網很多人就說他少量不好 開個盤吧 李浩東原先還是龍虎五世 五四三原先 開個盤 這個我覺得我們要主持群組裡面 要先量度一下 要量度一下 要量度一下 其實我們量度來把 什麼都是大家倒一塊水 贏人輸輸輸輸 有兩塊盤 量度清楚一點 我們要來買猶者下水 我們回去量度一下 收買聽眾玩 這樣 算不算是罪到 不算 不算 算是收受外圍 應該是 對 去到後期寫著總監 溫瑞安 原住 那司徒劍橋的名字呢 不見有 不見有 哪裏 這幅東西 應該是封面 你看版權監嗎 大哥 沒有啦 黃玉郎總監 那個狼就是司徒劍狼 所以我沒有他的名字 我印象中有 沒有了主筆的名字 我印象中沒有試過沒有主筆的名字 不要緊 我們再看 回去研究吧 總監就不是司徒劍橋 但是 很有趣 第371期四大名報的版權頁 總監和玉郎 策劃抗智德 製作總監是何健堂 封面美術是黃小平 編劇是黎巴嫩 實境設計是黃仲偉 製作助理是黃仲偉 李玲峰 採高製作是玉郎文化發展深圳有限公司 文字處理是烏鷹 專能製作是文字 是真的沒有了主筆的 我們錯 聽眾說 《四大名報》的後期 是沒有了司徒劍橋的名字 因為他有書起手 我相信你 那是我們看漏了 我剛剛也是看漏了 我們都是憑印象的 大部分是這樣 李浩東警示員真的不知道 他熬了多久真的不知道 他不只是看香港市場 大家都說他在香港市場 售賣了二、三千書 Jap幫他扔掉到星馬那邊 不知道他那邊售賣多少書 或者他現在每次印一萬書 售賣了 你怎麼知道 《星馬》市場 我們沒得猜 沒有的 二、三千書 可能也未必是 終極的目的也未定 可能他有目的 可能電視 問題是他要寫得好 才有人買的 可能談好了 你不知道 大哥 《四大美人之丟》 《閃大戰喪屍頭》 你覺得 某些國家是真的看劇本 真的掃的嗎 還有現在 例如《山海》也說賣了 賣了 他那時候賣的時候 還未出 還未正式出版 還未有 即是談了嗎 四年都還未有聲音 但他不知道 他怎麼賣 可能只是賣了一個 轉載權 還未定 他有什麼 我記得那本《山海》 有《上海》 《英奇動漫科技》 還有這個名字 對 《龍哥》 這本《英奇》 有固定付錢 對 他賣了大陸的連賽權 不是 這是199 剛剛今期是200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這位聽眾厲害 他簡直是很準確 324期之後 就再沒有見竅的名字 即是《四大明報》 高手在民間 都說 咬著幫他很需要聽眾的支持 多謝這位聽眾的補充 因為我們都不記得那麼仔細 不記得那麼仔細 非常感謝聽眾的補充 CK也說 他當年竟然看到有美女 在這個布灘和至高米城製的博裝 有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有些東西你說出來就不會說服你 有 那時候是有很多女讀者 尤其是 有照片而已 不用這麼認真 你繼續說 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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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的活動 很多女 都多女讀者 那些 還要畫同仁故事 很多都是女讀者 對 大致是這樣的 今個星期 咬著幫 最後突然變成考古咬著幫 買一本《山海》200期 山海200期慶典三個封面 普通彩圖封面 草稿封面 就是黑線稿 銀色底的封面 對 還有 他訂的那隻 Randomized的Ironman 有普通版 不過現在訂的就只有普通版 對 阿龍哥那隻 為什麼有話要說 有話要說 剪刀很遠 還有我覺得 那些人 抗擊太厲害 我還是覺得那隻挺漂亮 實實實 我看到那些鬼佬說很花 太複雜 香港那些都很糟糕 但其實 如果你知道他圓形是怎樣 這隻已經是很夠漂亮 原形那些 他不是出自遊戲 而是出自一個《Spider-Man》的動畫 那隻動畫是很簡約的線條畫風 他將他的概念 變成現在這隻 這麼仔細複雜的設計 的《Ironman》已經是很厲害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Hot Toys的Membership卡 連連都還要 今年的那張 用了阿龍哥的畫 然後人們就覺得很噁心 要去頂一臉 我覺得 很漂亮 很噁心 很噁心 即是它是 《Ironman》的頭 就是 那邊就是 即是它把那面 放在兩邊 然後面對面 純粹是人們接受說話 基本上 我都會說龍哥的畫 很漂亮 龍哥的畫都不太漂亮 很難滿足你們 如果喜歡看那些設計圖 你不要拍我的資料上去 有嗎 正面有資料嗎 OK 你只拍那邊好了 如果你想看龍哥的設計圖 其實那些已經是一些畫 即是一些完成的畫 的Marker畫 你可以上《Secret Base》的 有那個東西 有那個公仔的實物 還有它有一堆 背景的版 它有一堆的 設定嗎 對 是優惚龍畫的設定 稿器那裡 平衡不要走 我給你們一張照片 大家可以評價一下 到底你們覺得漂亮還是不漂亮的 反光 有一點反光 但都可以看到的 都說了我跟你們的影相水平差不多 有什麼資助嗎 拉到最大 我最好 我最好資助我的電話 當然是屌你 當然是最好資助我的電話 大家覺得 漂亮還是不漂亮 我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美猛的那些都沒有 有人說三隻爪不行 那就見仁見智了 三隻爪我也覺得有點阻礙 胸口那三隻 對 三隻爪 叫怎麼說 有一點阻礙右手的動作 因為我沒有看美國漫畫這個 它本身美猛原先設計 是否只有這三隻爪 沒有 就是很簡單 它那些動畫 有些 四頭身左右的畫風 簡約的畫風 如果你想看的話 我們不找 你只打了Vanomize Iron Man 應該已經找到了 尤其是Hot Toys 它有出Cross Baby 它是有出那個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是這個 我們自己私底下再聊 大致就是這樣 燈光問題 所以有反光 對不起 暫時是這樣 稍後回來 有這個動漫廢物 大家不要走開 很快就會有我們動廢的節目 這個星期 歐姐幫來到這裡 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